我至少又弄明白了一个问题 那便是 当我一手将一张椅子 抓成粉碎的时候 那两个土人曾高叫特武华 那原来就是他们崇拜的神的名字 我道 那么 你弟弟是如何失踪的 他们难道一点概念也没有吗 张小娟道 没有 他们的语言十分简单 与会也缺乏得很 稍微复杂一些的事情 他们便不能表达了 我点了点头 道 当然 我们不希望能在这两个土人的身上得到什么 但是另一件事 实验室中的那 一头黑色的 究竟是什么动物 那黑色的 我当然知道是一头美洲豹 但是一头吃草的美洲豹 那却是不可能想象的事 张小娟道 那是一头美洲豹 也是我弟弟实验室中最主要的东西 我立即问道 为什么 张小娟却贪了贪手 道 我也不知道 我道 好了 你所谓照顾那两个土人 无非是当那两个特瓦族人 想出来实验室的时候 你便为他们开门而已 这些事 由我来做 张小娟睁大了眼睛 道 你准备留在这里 我点头道 不错 如果在这里 我的不到结果的话 我还准备远渡重洋 道 你弟弟就读的大学去 查探其中究竟呢 张小娟忘了我半晌 道 你为什么 可那样必出力 我一笑 道 我在觊予你父亲的钱 张小娟面色一变 她以为我是在讽刺他了 因此我连忙道 你别误会 令尊的钱实在太多了 我希望如果我能将人找回来 她便能将她庞大的财产 拖出一部分来 做些好事 张小娟点了点头 道 那么 你一个人在这里 不危险吗 我道 不危险 你放心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